台电供电预警灯号新制 7月底上路 以红黄绿三种灯号 代表当天尖峰时段供电状态 这个月已经两次亮起 供电警戒红灯 15号被转容量更只剩下3.44% 畅下10年来最低 左电地区台湾地区的最高的 瞬间的用电量达到3420万千瓦 那么我们的整个的被转容量率 只剩下3.44%左右 也就是说只剩下118万千瓦 左右的电可以用 被转容量是用来衡量 每天供电可靠度的指标 大于等于10%为绿灯 代表供电充足 介于6%到10%之间为黄灯 代表供电吃紧 红灯代表低于6% 供电警戒限电几率增加 用电量跟去年同期 去年9月比较起来 增加了9%左右 领口的一号机跟二号机 在上个月就8月31号 我们正式借零除役 另外我们在高雄的南部火力电厂 最近因为高雄气暴 受到高雄气暴的影响 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还没有办法 还正式的恢复发电 最后就是我们的民营电厂 新张电厂 在中部的新张电厂 也因为机组故障 所以没办法发电 针对供电吃紧亮红灯的情况 台电已将排定机组税修延后 并把电厂备用的成本 昂贵机组开来使用 也呼吁民众节约用电 台电公司综合报导 在中部的新张电厂备用的